為什麼跑步姿勢對於跑步來說這麼重要呢? 因為跑步是一個向前進的運動 那如果你在向前進的過程 有太多分心、可能動作跑掉、前進方向改變 都會影響你在跑步當中 省不省力這個關鍵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所以今天我將教你們 如果用最省力的方式 來完成你的跑步動作吧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 跑步是一個向前進的運動 所以我們在待會的所有過程當中 都會希望這些動作 是在幫助你前進的時候 是更有效率的 所以我們就從頭開始講起 那頭在跑步的時候該怎麼擺呢? 有些人在跑步的時候會看天空、看地板 為什麼不好呢? 請你跟我一起做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脖子上 把頭抬到最高看著天空 摸摸看你脖子後面的肌肉 這時候你的肌肉應該呈現的感覺 是肌肉縮到很短 那相反的 看到地板 這時候你脖子的肌肉 會拉到最長 所以在縮到很短 或拉到最長的時候 對你的肌肉來說 都是一個不放鬆的狀態 那這個時候在時間拉長之後 你的脖子就會開始越來越緊繃 可能就會導致你開始有 聳肩的情況出現 那當聳肩一出現 這個時候你的白手就會被受限制 所以記得跑步的時候 平視正前方 目的是希望你在脖子 可以保持最放鬆的狀態 來進行向前進的這項活動 那頭抬的高度呢 除了會影響你會不會聳肩 這個關鍵因素之外 它其實也影響著你的腹腹喔 大家可以試著跟我一起做做看 把你們的頭看向天空 抬腿往前踩一步 這個時候看一下你現在的步距長度 接下來回來 頭看著正前方 抬腿往前踩一步 這個時候看一下你現在的步距長度 最後一個是頭看著地板 往前踩一步 看一下你步距長度 如果你有比較過三者 看起來 平視前方 跟看天空 步距應該會是最長的 為什麼呢 因為人是一個視覺動物 你的眼睛 會影響你的身體動作方向 所以如果你一直看著地板跑 你的步距就會越來越短 那步距很短 就影響到你到底在跑步當中 步距太小 導致你的速度變慢 這樣的情況出現 OK 所以我們講完頭之後 接下來就是擺手啦 那擺手呢 可以說是影響跑步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因為手跟腳是相對應的 你腳抬一次 手就要擺一次 所以手擺得好不好呢 會影響到你跑步當中 你的身體平衡的重要性 那手該怎麼擺呢 往前的時候 盡量到胸口前面就好 因為我們跑步是一個向前進的運動 大家試著一起做 如果你擺超過胸口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開始有 上下的這個震蕩出現 當你的上下震蕩變多了 這個時候呢 你的上下跳動的看起來 垂直伸幅就會變大 那對你跑步來說 前進的效率就降低了 因為你是一直在上下跑動 而不是一個穩定的向前進 所以記得 手擺的時候 上擺到胸線就好 胸口前面 那往後擺的時候呢 大約到腰旁邊就好 當你擺到腰旁邊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可以減少你的身體 過度的向後旋轉的情況出現 那擺臂的時候 剛講 要前後擺的時候 減少你的身體旋轉角度 這個時候對你跑步前進的效率 才會更有幫助 所以上擺到胸口 往後擺到腰旁邊 在這個範圍內 做前後擺手 那正面看起來呢 大約是往斜後45度角去擺 你的手跟身體的夾腳 大約是有一個拳頭寬的距離 不要太正正的擺 因為人的肌肉不是正正的長 所以稍微往斜後方擺 這個時候動作會比較自然一點 那下一個重點呢 就是跑步的時候 你的身體軀幹 想像自己變成是一根棒子 棒子是一個直線 所以你的身體也要是一個直線 那你這個直線 越直落下的時間 就會越快 前傾角度越大的時候 速度就會變快 那有些人跑步的時候 會屁股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它的棍子歪掉之後 你會發現怎麼跑 身體再怎麼前進 重心還是留在後面 這個時候前進的速度減少了 對於你前進的效率就會降低 所以記得跑步的時候 想像自己身體是一根棒子 把屁股有點像夾大邊的感覺 夾緊你的屁股 讓身體變成一個直線 這個時候你在跑步向前的時候 往前倒這個動作 會更直接 因為當你一往前倒 屁股留在後面 倒不出去 速度就不見了 所以記得一個原則 身體成一直線 屁股夾緊 身體往前傾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你腿抬的位置 有些人跑步的時候 腿都習慣性的後勾 這個時候是比較漫畫 才會出現的情節 就是像這樣 當你有腳後勾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對於你跑步前進的效率 就會降低很多 因為跑步是一個向前進的運動 如果你的腳 要從後面再拉到前面 這個時候對於你前進的時間 就會浪費一個時間 再從後面拉到前面的這個動作 所以記得跑步的時候 只要記得抬大腿就好 不要去有勾小腿的動作 當你有穩定的抬大腿 這個時候對於你前進的效率就會更大 你抬大腿往前就可以直接落地 但如果你太多的勾小腿 就會讓你需要從後面再拉回來 這時候你跑步向前進的力量 就會降低很多 所以記得一個原則 你在跑步的時候 提醒自己 抬大腿 夾屁股 身體向前傾 這個時候 你在跑步向前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好的前傾動作出現 力量就不會降低太多 你就速度感才可以跑出來 OK 接下來講到的就是你的落腳位置 你知道怎麼抬腿了 那落腳該怎麼落腳呢 有些人跑步到後面 可能會有膝蓋受傷 跑者吸的情況出現 大部分都是你落腳位置不正確 出了問題 導致你的膝蓋開始承受代償的情況 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有受傷出現 所以記得 跑步的時候 抬腳 大腿抬腿 下腳的時候 直接落在你的身體重心 大約前面一個腳掌的距離 所以你屁股重心在這裡 大約一個腳掌的位置落地 是最正確最OK的 那如果你的頻率不夠快 不平太慢的人 可能就會有抬腿 然後有跨步的動作出現 這個時候身體重心還在後面 但你腳已經先落地了 這個距離越長 對你造成的傷害就會越大 因為你膝蓋要支撐的力量就越大 這個時候對於膝蓋跑久的承受來說 它就會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跨步越大的人 它的力量大部分都只傳導到膝蓋 傳不到屁股 這個時候時間久了 對它膝蓋來說 就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就容易造成運動傷害 所以記得 想辦法讓你的腳 落在身體重心前面 半個腳掌到一個腳掌的位置 這個時候對你跑步來說 負擔是最小 也可以最有效率的 用高頻率的方式 來完成你的跑步動作 所以看起來 會像這樣 不會有這種 往前跑的動作 也不會有後勾的情況出現 好 所以我們總結一下 跑步姿勢對你跑步來說的影響性呢 其實是非常大的喔 因為你跑步動作 是不斷重複在正確的良好姿勢下 循環可能幾千步幾萬步 這時候 如果你每一次的小環節都出錯 你可能就會出現 一千次一萬次的錯誤 所以記得 從小環節做起 每個環節都正確之後 對你的跑步進步 是會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良好的跑步技術呢 可以幫助你在跑步前進的時候 更有效率之外 也可以避免運動傷害的產生喔 喔對了 但跑步姿勢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方式 所以你只要覺得 你這個動作 最適合你現在跑起來的效率 速度 或是身體適應的感覺 其實這就是最適合你的跑步姿勢 所以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好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好 但我推薦給大家的 只是一個最不容易受傷的跑步姿勢 那如果你在平常訓練的時候 不知道你現在的跑步動作正不正確 或是你有沒有覺得 其他地方可以修正到更好的話 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用慢動作拍攝 來輔助你 在你的動作上 可以檢視清楚 你的動作在哪一個環節沒有做好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針對這個動作 去做訓練 那對於你的跑步技術 甚至時間 省力程度 都會非常有幫助喔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教大家的跑步姿勢啦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睿 感謝你今天收看的運動這集畫 我們下一集見